大家早安 我是阿平 今天簡單的來記錄一下 我在大學要寫作業的樣子 因為大三了嘛 那個修的課非常的多 然後非常的雜 然後功課也非常的多 日本這邊的大學呢 因為之前Corona的關係 所以有風效嘛 所以大家有一段時間都是在家裡上課 老師就開始試試看 用上網發功課的方式給我們做 因為今年算是第三年了吧 還第二年 然後就老師應該知道說 要提出什麼功課給同學來做 現在的功課越來越難了 老師都認為說 我們自己在家裡都無所事實 真的是超多功課 現在有六樣功課 時間都是有分開的 但是習慣一直做完 然後今天又有功課 明天因為還要再上兩三個禮拜 所以功課會一直累積累積累積 好啦 那我們就趕快來做吧 看看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今天介紹介的就是 在我從9年前購入購入 的時候 的自動車です 一個做好了 大家好,今天我要介紹的是我9年前購入的自軟車 最初要購入的缺乏是《弱虫ペタル》的アニメ 主人公是在全国大会的全国大会的地方買了 最初乗的時,我都不太慣了 背部和手每天都有筋肉痛 でも日本に来て一緒に飛行機を乗り 色んな所に旅行するイメージが想像し 日本に来てから3年目で東京から京都までの6日間旅行を実現しました 旅は急いでいるためあんまり写真を撮っていないから 名前だけ残していました 最後は毎日走ったキロを撮った写真で 実にチャレンジの毎日でした この6日間は一緒の宝物と思い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27年 alla合, arbetsモトーレ庭にもたくについて 最後acja結局は2日間古裕から通りを使用。 最後を開始最後にカグレーからの中央を食べている 満点が2間で米 classroom Rumは決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來啦 下個禮拜 因為我們現在 日本感染了 像昨天是三萬兩千人 所以 下個禮拜 要變成紅袋 但是下個禮拜之後就 休息了 所以你呢 其實也沒什麼差欸 也只有一個禮拜而已 好啦 那今天的最後一樣功課 把這個做完 我們最後結束吧 OK 做好了 好 這個還有下個禮拜的功課 要把椅子做出來 那 我等 要 下個禮拜一發功課 我再來做 OK 這真最後一個作業了 太好了 沒想到我大三 下學期學的課程 真的是 有夠 複雜的 3D 程式 拍影片 雖然是我日常生活 在大學所 所做功課的影片 給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日本的大學大概是 要做些什麼 因為 Yu講在台灣的大學 沒有要做那麼多 所以我不知道 台灣的大學 是不是也要做那麼多 東西 做那麼多功課 如果有機會 可以來日本 上大學的 同學們 或許你們可以 對於這個影片 有 多一點點的認識也好 這樣子 好 那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